浓浪灰烟从窗台往上窜 炙热大火也从屋内往外烧 刺鼻的臭味惊醒整栋公寓的居民 消防队员紧急出动云梯车 救出了同栋楼层的其他住户 总共有六个人慢慢被疏散出来 而住在起火户的一名男子躲在后阳台 消防队员找到他之后 也紧急拉着单架把人吊挂救下来 原本意识都还很清楚 但是被救下来的时候意识是越来越模糊 消防队员救护人员与时间抢命 紧急将这名男子送医 根据了解这起火警是反而在28号的上午6点多 西北市新庄化神路上 不少居民清晨醒过来被浓烟惊醒 警消在半小时之内从二楼的后阳台 救出了一名年约48岁的晨姓男子 事后扑灭火事发现 二楼的客厅卧房全部收毁 燃烧面积大约有40平方公尺 整栋公寓总共有六个人被疏散 请问调查这栋公寓是家族的房子 亲戚们分别住在不同楼层 没想到住在二楼的 是屋主堂弟疑似呛伤昏迷 警消除了家人送医 后续也要查怎么大清早的房子 突然收大火惊吓整个家族 TVBSO王华林 陈冠宇杰新闻报道